汕头朋友的地铁梦又睡了 近日,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 汕头是否考虑再次争取建设地铁轻轨等问题 对此,汕头是交通局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事实上,汕头是全国所有经济特区里面 为一个没有地铁和轻轨的 为何迟迟通不过批复呢? 这得从2018年市政府发布的文件刷起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文件提到 申报建设地铁的城市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应在300亿元以上 地区生产总值在3000亿元以上 市区残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上 引导地铁有细发展 而申报建设轻轨的城市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应在150亿元以上 地区生产总值在1500亿元以上 市区残住人口在150万人以上 而汕头目前的情况如何呢? 2022年汕头地区生产总值 也3017.4亿元 GDP是达标了 此外根据地区社人口普查 汕头的残住人口已经达到554.2万人 同样达标了 问题恰恰出现在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 2022年汕头是前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仅为127.96亿元 既里达标要求先继胜眼 这也让汕头这个特区 一直以地铁轻轨私之交臂 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其实大头主要指的是税收 潮汕大佬认为汕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偏低 究其阳因还是经济结构传统中 税收比例的 对此你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